11月24日是普世基督君王節 主教祭堂舉行大禮彌撒 由奧門教區守穆利賓生主教主持 李主教在港道裡面指出 耶穌基督雖然是君王 但祂沒有以君王的形象來到人間 祂的道理並非對我們作出審判 而是要帶給我們自由、寬恕和愛 祂認為現時普世充斥著分裂和仇恨 是因為我們缺乏愛 耶穌基督的道理就是要教導我們 我們懂得愛、團結、包容、寬恕 與世人一路走這條真、善、美及大有希望的道路 主教透過當日的福音提醒教友 我們要學像福音中 在十字架下守望耶穌的虐望和馬大勒納 無論日子有多艱難 都跟隨耶穌、堅持到底 並要將天國的福音傳給其他人 另外我們更要學像聖母瑪利亞 從不拒絕他人及默默祈禱的這一份不離不棄的精神 隨時打開心靈接受耶穌基督來到我們心中 未殺後隨即舉行聖體出遊 李主教手持聖體光座與聖堂內環繞一周 最後以聖體降幅後結束